Lazda 开箱 我是SM1 今天我们又来开一个赫子 这个是我才在Lazda 买的叫 Boya BY-MNE 买这个麦克风 是因为要收 比较好的音乐 现在我就 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跟简单的讨论 现在这个麦克风 我已经用了两个星期多 因为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左右 因为有时用来 拍一些简单的讨论 买来看可以不可以 增加我的 音箱的质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麦克风 在马来西亚Lazda 买400多块 不是很贵的 比较好 比较好 ROLi的麦克风 所以我想把它打开 对不起啊 因为这个已经开过了 所以盒子我是放回进去再开一下 简单的开 里面有一个Boya的说明书 跟这个是它的盒子 同一边 还有来一个放麦克风的套 这个是BVC的 让我一搓一下 还有来两条 Cable 是去普通相机的 这个是去普通相机 就是里面是两个 两条线的 这是Normal的叫TRS 如果你的相机有这个Input 你可以直接用 第二条是去手机的 看有差别啊 OK 这个是三条线的 跟其直接进相机的是两条线的 看它们是两条线的 对不起啊 让它focus一下 OK 这两三条线是去手机 叫TRS 跟两条线是去 Normal的叫TRS 这个可以支持iPhone跟Android的 所以 下一个东西是这个放在麦克风的 如果你的相机有那个Horseshoe Port 你可以放在上面 所以它会摇 它会吸引一些小小的移动 这个就是那个麦克风 这个有来一个防风的棉 这是毛啊 不是棉 这个就是防风的棉 这个是它的麦克风 整个是Aluminum做的啦 很不错一下 做的Quality也很好 所以我们把它放一边 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音 因为现在给你们看 现在我还没有兜下去 我是用我的手机的麦克风 跟我的相机的麦克风录 等下我一个来一个去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OK 我现在把那个耳机兜进去我的GoPro 因为我没有 那个 External Recorder 所以我是用 本来是接在去手机 但是现在手机在用我的 Headphone的麦克风 所以现在有三个麦克风在走 所以我把那个 Boya的BYMN 都在去我的GoPro里面 因为我GoPro可以 用来做 Audio input 所以现在试一下音 试音 1 2 3 4 4 5 3 4 把这个一段分成三个声音 所以每一段都会说 一样的东西 就是 试音 1 1 1 2 2 3 4 3 4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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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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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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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